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长胖 重的会影响大脑心血管系统 记忆一点 毅力下降 甚至增加中风的风险 经常有人问到底几点睡才不算熬夜呢 其实熬夜的关键词应该落在熬上 也就是说不看几点入睡 而是看能否维持不够的规律性 严格来说只要每天不在一个时间睡觉 通过了自己的规律都熬夜 与其纠结是9点睡觉还是凌晨2点睡觉 不如每天在固定的时间睡够7到9个小时 不过晚睡的人一般毫无止境 很难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 我更厉害的早点是 晚上9点人体会开始分泌退黑素 暗示我们该睡觉了 23点到凌晨3点是进入深度睡眠的黄金时期 如果能坚持在23点前睡觉 可能一周就可以看到我皮肤恢复 记忆力改善等等这些神奇的电话 因为工作我也免不了熬夜 不得不熬夜的时候 我们也用一些补救的方法 补觉上午或者是中午不超过半个小时 在晚上8到9点早点入睡 首先是要避光黑暗一些 第二是安静 第三是睡眠的温度和18度左右是合适的 规律在领班的排班按照时钟的顺时针来排列 比如说早晨8点或者9点到下午4点 从下午4点到12点 或者是凌晨1点 从11点到早晨7、8点 这样的身体就不会太难受 食和营养的补充上 建议吃一些鲜果类的 鱼肉啊 奶酪啊等等 高蛋白的饮食 葡萄 西红丝 香蕉等水果 你在熬夜时 其实夜也在熬你 别再寄希望用午觉来拯救熬夜 想要精力充沛 最根本的办法还是按时睡觉 规律做期 你还记得睡饱自然洗 门身一身轻 是什么感觉吗 从今晚开始 早点放下手机 好好睡一觉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